全油管最快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期间强调了增绿护林病重的理念,指出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发展优势。 各地也纷纷实践这一理念,通过停止商业性采伐、森林修复核、石墨化治理等举措,成功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它的言论和行动引导了越来越多的人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不断推动绿色发展。 只有树立增绿护林的理念,通过环境保护提升绿水青山的价值,才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森林资源是一个宝库,保护好森林资源,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才能够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向人民群众。 为了实现人类永续发展,我们应当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